大陆律师届日前发起联署行动 谴责吉林辽园市西安区法院 指使警察当庭带走辩护律师张科科 目前参与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人 律师们表示吉林警方的这个举动 开了极其恶劣和危险的先例 是对大陆律师制度的巨大破坏 相关责任人应该受到刑事和行政责任的追究 湖北律师张科科12月11号 在吉林省辽园市西安区法院 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出庭辩护 直因在辩护过程中说了一句 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 就被在法庭旁听的辽园市公安局警察金振宇等 从法庭辩护席上非法抓走 并且对他拘押长达6个小时 此事件一出立即引起大陆律师界的震怒 随后 律师们发表了对吉林辽园警方 当庭非法拘押辩护律师的严正声明 到13号记者发稿时 已经有308名律师签名 现在这个环境对律师的打压越来越严重 而且他那个事确实也太过分了 法官叫庞兄的警察过来抓轮 太过分 而且完全无视法律 律师在法庭上他是有豁免权的 也论是有豁免权的 所以说律师有什么顺利等法庭 开完了以后再做调查 你直接从法庭上把人带走 肯定是不行的嘛 我们谴责的是这一个情人 据律师们透露 第一次听说警察可以从法庭上带走辩护律师 吉林辽园警方的做法 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广州律师吴奎明表示 吉林这个事件的出现 应该与之前中共当局公布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 对律师压制有关 他担心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类似事件出现 新唐人记者田静 舒灿采访报道 吉林达 - 佛 - 北 - 佛